现在又是吃板栗的季节到了 你知道板栗怎么做好吃又容易包壳吗 碗中倒入板栗 把板栗清洗干净 用刀像我这样划开三分之一 然后倒入锅中 加入一勺白糖 少许食用油 加清水没过板栗 盖上盖煮至收干汤汁 这样做的板栗每个都开口 味道香甜又粉哦 学会了快收藏做起来吧 家里吃不完的南瓜千万别扔网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面酥酥脆脆 内心绵软香甜 南瓜先去皮 再切成小块 碗里打两个鸡蛋 倒一袋脆皮酥肉粉 一勺芝麻增香 用我的左手搅拌均匀 加少许油炸得更腾松 南瓜裹上一层脆皮浆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熟透表皮酥脆皮粉 这样做的炸南瓜色香味俱全 太香了 真的不敢相信 在广东茶楼里面 这样的一笼红枣糕就要卖到68 自己在家做成本才几块钱 关键是制作方法还特别简单 倒入100克去喝红枣 加入50克红糖 600毫升清水 打成汁 过滤一下 口感更细腻 好吃的关键是放300克菠仔糕粉 吃了很多家 还是他家的好吃 充分搅拌至无颗粒状 然后将面糊倒入蒸盘 上汽之后蒸30分钟 放凉之后就很好脱模了 切成小块即可开吃 Q弹软糯 枣香浓郁 特别劲道 好吃到停不下来 喜欢赶紧动手做起来吧